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大年初期 今天呢 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去上班了 就是意味着呢 这个春节就算过去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叫做 死要面子活受罪 正在掏空所有的中国人 这篇文章呢 来自于今日头条 作者不知道是谁 脸面这个东西 无法定义 它像荣誉 又不像荣誉 它不能用钱买 它能给男人或者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 它是空虚的 男人为他奋斗 许多女人为他死亡 王宝强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曾唱出无数归乡人的心情 一路风尘 一身疲倦 只要扎进热烘烘的家 一年的辛苦就都值了 但不知何时起 何家欢聚就变了味儿 平添了一丝尽香情窃的别扭 林宇堂说 中国人的脸面不单可以洗 还可以丢 可以赏 可以争 也可以留 有时候好像争脸面 是人生的第一重要意义 当面子绑架的春节 真的越来越怕过年了 春节 多少人被面子绑架 面子 过年期间 走亲访友的第一要衣 为了体面 打中脸充胖子 各种的滋味 让人苦不堪言 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该学会好好拜年了 过年时 最让人头疼的 要数走亲访友 无论和对方关系亲疏 亲情深浅如何 你都得摆出笑脸 热情问好 主动寒暄 哪怕自己根本搞不清人物关系 反正拉一拉爸妈的袖子 满面笑容的妈妈就会立马提示 这是你王家奶奶三姑爷的二表妹 和咱们是至亲呢 按辈份你得叫人家一声老老姑呢 紧接着 你得用笑容掩盖尴尬 佯装自然的虚寒温暖 走亲戚的那几天 可谓是社交恐惧症发病的高峰期 家有儿女里面 刘星的好朋友 鼠标和妈妈 一起到刘星家串门 妈妈一边使眼色 一边猛戳儿子 每戳一下 鼠标就满脸堆笑的 说上一句客套恭维话 叔叔 您工作还顺利吧 夏东海和刘梅也只好紧跟着 回上一句不疼不痒的问候 对 压力挺大的 你一学习压力也挺大的吧 尬聊了几个回合下来 妈妈还是不满意 又戳儿子 鼠标拈头大脑的哼几道 没词了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 我们已经苦苦支撑了 358天 好不容易有七天时间 能窝在家里 养足精神 任性一回 却还要应付不必要的人情事故 流于表面的寒暄 千篇一律的客套 问候者身心俱疲 被问候的人也尴尬难堪 最后 又成全是谁的面子呢 酒桌上的修罗场 逢年过节 少不了喝酒应酬 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 难得凑齐的老同学 交流感情全靠一杯酒 饮酒本为助兴 但总有人为了凸显自己的号召力 把喝酒变成了撑场面 长威风的情分考验 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这是让我下不来台 酒过三巡 敬酒变成劝酒 劝酒变成了逼酒 谁都不愿意被贴上 不在乎感情的标签 只能在感情深 一口闷的威胁下 缴械投降 喝几杯酒 成了检验情意深浅的标志 满足的 不过是劝酒人的虚荣心 在不少人眼里 喝酒关系到自己的脸面 不能喝几乎与无能 画上了等号 不能喝就代表着 不够意思 不够兄弟 为了成英雄 论义气 无节制的拼酒 被绑架的 岂只是人情 四十岁的史先生 和战友聚餐 多年不见 酒力不济的史先生 不好意思扫兴 硬是喝下了六瓶啤酒 席间他忍不住 想去卫生间兔 又怕被笑话 胃中污污 一往上翻涌 他就用力憋气压回去 最后 史先生腹痛难忍 趴倒在桌子上 被送往医院检查后发现 史先生的使馆 竟被啤酒的气憋炸了 有时 死要面子 连活受罪都是一种奢侈 去年二月 临近春节 浙江金华的饭桌上 十个人互相劝酒 其中一人 因为酒力不支 躺在宾馆大厅睡觉 等到众人回来 他已经没了呼吸 为了所谓的脸面 打中脸充胖子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 至多是忍一时之痛 若拿生命做赌注 把健康搭进去 才是真的 毁之万一 过个体面年 要花多少钱 春节回家 你最怕什么 无休止的催婚 攀比和应酬 说到底 我们最怕赢上那个 你混得这么差的眼神 春节 在外打拼了一年的人们 满心欢喜的 回到家乡 却发现年味越来越淡 钱味越来越重 前几天 全国压岁钱地图上了热搜 几百元的红包是常态 可有的地方 压岁钱早已上万 中国新闻网 曾做过一个统计 我们过个体面的年 到底要花多少钱 结果很是扎心 八千九百到三万六千元 交通费 五百到一千五百元 孝敬长辈 两千四百到五千元 新年红包 一千到三千五百元 购置新衣 一千到三千元 屯年货 五百到两千元 各种聚会 五百到一千元 新年旅行 三千到两万元 以上总计 八千九百到三万六千元 输人不输阵 不管这一年混的怎么样 至少要装的像模像样 才不会被人看清 做不到衣紧还乡 也要租紧还乡 在上海工作的 白脸刘女士 今年就租了一只 两万元的包 回老家 有很多同学聚会 和家庭聚会 要参加 我需要一个体面些的包包 租奢侈品回家过年 俨然成了过年的新风尚 某租赁平台的运营负责人透露 之前半个月 一些轻奢品牌的预定 一些轻奢品牌的预定需求 就开始大幅上涨 但由于许多用户都会直接续租 不少用户都没有租到 彰显自己的成功 追求体面无可厚非 若是刻意显白 就变了味 网友感叹 过分追求体面 过年就变了味 真正在意你的人 不管你有没有出人头地 都会为你留一双网块 等你一起吃一顿热饭 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费心费钱掩饰 反倒辜负了这来之不易的团圆 物质堆砌出来的面子 注定是要易碎的 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 溥仪曾追忆奢华帝王生活 连吃饭这件再日常不过的事情 皇家都能折腾出一整套声势浩大的排场 把体面装点到极致 耗费人民物理财力最大的排场 莫过于吃饭 我吩咐一声传善 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像守在养心殿的民殿上的 殿上太监说一声传善 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立在养心殿门外的太监 他再传给后在西长街的御膳房的太监 这样一直传到了御膳房里面 不等回声消失 一个犹如过驾状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 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 抬着大小七张扇桌 捧着几十个会有金龙的猪漆盒 浩浩荡荡的直奔养心殿而来 其实这些菜肴只是走个过场 为了完成上面这套流程 不知道已经热了多少遍了 溥仪也不吃这些东西 只白白的浪费掉 孔夫子的一句 时不厌精 快不厌戏 本是强调生活礼仪 却在世代传承中走了样 崇尚礼节规范的文化 铸就了中国人特有的面子观 皇家自有实力 大摆排长 以显微仪 而普通人为了别人的眼光 假装有面 就只能是自食其果了 有学者提出地位消费的概念 指的是消费者通过炫耀性消费 向他人传递其社会地位 提高自身形象 简而言之 就是花钱买脸面 据美国杂志报道 到2025年 中国95后和00后的消费者 购买的奢侈品预计 将占到全球市场的46% 与此同时 中国90后一代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惊人的 百分之1850 奢侈品消费的繁荣背后 隐藏着引人担忧的债务风险 法国巴黎 中国游客购买奢侈品 家住上海的沈宝先生 有多年的尿毒症病史 靠药物治疗 为习生命 年过半百 却欠了一百多万的债务 这个债务是女儿欠下的 在此之前 他已经为女儿偿还了一百三十多万的欠债 四处奔走 东贫西凑 2017年7月 沈老先生的女儿突然失踪 留了一封遗书 悉数列下了自己欠的外债 沈老先生怎么也不敢相信 女儿是幼儿园的老师 怎么会花掉这么多的钱 朋友透露 沈小姐花钱十分大手大脚 热衷购买名牌衣服化妆品和包包 最初呢是借贷 只是想换个电脑 尝到了体面的甜头以后 渐渐的沉迷于消费 与自身收入不相匹配的奢侈品 一步步毁掉了安稳的生活 超级演说家里 选手张霄雷有一段话 发人深行 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名贵的奢侈品 多少人为了他放掉了自己的底线 去掉了自己的原则 要去顾及别人的颜面 要去观察别人的颜色 可用物质堆砌体面 终究还是净花水月 自欺欺人 把目光放到李子上 李子这个东西 看起来有多高贵 就有多滑稽 主持人邓文涛 曾给哥们冲过一回场子 三十年前 一个不相识的小伙子 辗转了几层关系 找到了邓文涛 去帮自己主持婚礼 婚礼场面相当的壮观 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到场了 邓文涛也做足了戏 没露出一丝马脚 九期之后 新郎却对邓文涛吐露真言 这个婚礼是假的 是办给父母看的 原来新娘新郎两人 并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一整天的车队调度 豪华兄弟阵容 都是为了让曾经瞧不上 新郎一家的街坊看看 自己家多么有头有脸 所谓婚礼 其实是一出心酸的闹剧 脸面这个东西 无法为之下定义 他像荣誉 又不像荣誉 他不能用钱买 他能给男人或女人 实质上的自豪感 他是空虚的 男人为他奋斗 许多女人为他而死 他是无形的 却靠显示给大众 才能存在 Koffman的 密具理论 倒破面子的本质 他是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 社会地位和声望 很多人看不透的是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外界评价 并不取决于外在的表象 而是依赖于一个人拥有的内在品质 世界的评价标准 永远是由价值决定的 而绝不是世俗眼光 你有多少分量 别人才会卖你多少面子 静下先来想想 你会发现 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 对别人来说 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代宗诗中 有一句台词 人活一世 有人成了面子 有人成了理子 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 随人知之 身安面子之道的西楚霸王 也会被朝衣冠幕后 面子是装点理子的门面 只要是门面 就有瞬间轻塌的可能 作为理子的内在修养 和个人品质 虽然看不见 摸不着 却是真正撑起一个人的 坚实脊梁 这篇文章呢 我就给大家读完了 我对面子这个问题呢 也是深有感触的 我看到我们的国人呢 有很多人就太要面子了 有很多人是为别人活着的 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 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别人都说好 你看别人这么做了吗 你看谁这样说了 之类的 要面子 实际上是 不自信的表现 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民族 能够自信起来 好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